全球真佛弟子 恭请法王圣尊联圣活佛 开宴回摩集经 请法仪式开始 中古其名 请法人员全体定义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联圣生活佛及坛成三宝 等本传承上师 生存连生活佛 平等一起送 请法人员及全球真佛弟子常贵合掌 佛陀说 人间是苦 在无浊世间 众生不知有生有我苦 已知无事无名 攀缘缠缚 追求熟利 值万般业因 得万般业果 有因连生圣者 研发无畏狮子猴 如雷震耳 亦因演出万法意 倒破众生诸无名 圣尊连生佛佛 以大慈心 随缘视线 洞察众生根基各有不同 连生圣尊 连生圣尊 能缠阳在无为清静的心灵佛土 遨游在真如的佛性之海 你尽大事为摩基 菩萨妙喜净土生 白衣奉持三门界 清静繁星离三界 以身世级广缩法 是众生病为疾病 众生贪爱皆是病 众生病灭疾病灭 散花天意乐法药 天花飘散虚空中 花飞花落花无助 是花飞花花飞花 苏婆世间聚因缘 为摩基金广宣缩 大事虚空来劝请 连生圣尊也妙法 通达智慧善方便 不可思议解脱经 不恶法门无相对 平定性智心无病 正见佛法清静行 心静无染国土静 以法供养罪圣品 普共三世一切佛 再三寇请连生佛 宣说为摩基金义 经令证文者皆得悟 愿证圣意菩提心 得如是法入佛道 无量功德皆成就 请法人员代表 敬献哈达及请法礼物 西雅图雷战士代表 敬献哈达及供养 彩虎雅图雷战士代表 敬献哈达及供养 彩虹雷战士代表 敬献哈达及供养 恳请圣尊 讲经说法常注释 真佛法脉事事永留存 敬献哈达及供养 敬献哈达及供养 神佛养 敬献哈达及供养 荷花万蕊处处绕, 薄叶光源上下照, 通替清香无熟调。 敬献释迦牟尼佛今生, 敬意释迦牟尼佛, 西若世尊传教法, 我今见人的受持, 愿觉如来真实义。 敬献唯摩集经, 连生圣尊见真地, 唯摩集经传法意, 开启如来波叶至, 明星见信是究竟。 敬献法王宝贯及龙袍, 法王宝贯光绕显赫, 顺免尊严, 威震天地。 敬献宝贯, 法王龙袍, 龙天赴身, 责备万民, 得备天地。 敬献见迦牟尤画龙。 敬献于画龙。 衣飞冲天穿云霄 圣尊登高逛宣说 天龙八部护正法 既献天与相 散花天与献教化 花飞花物法未飘 无声法刃妙法义 开悟解脱无所得 献共金刚空行物 象征漫天空行物 皆来护持年生圣尊 俗圣开眼为摩集经 因为你 我结束去少我做了认识 改变了我的一生 感谢时尊 请法人员起立 顶礼根本床床上诗 感谢时尊 不悔的誓言 顶礼根本床床上诗 顶礼根本床上诗 顶礼根本床上诗 念念我往众生 顶礼根本床上诗 顶礼根本床上诗 请法人员请回座 顶礼根本床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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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字是读作极还是读作绝 读作绝 那我们以后就记得要念唯摩绝经 唯摩绝经 这个缘起啊是这样子的 这个有一天 当我这个讲完金刚经的时候 很多弟子跟我讲 请这个卢书尊继续 讲讲经 那佛陀的经典非常的多 这个所谓三藏 十二部 三藏什么叫三藏呢 一个就是金藏 一个就是律藏 一个就是论藏 一个就是论藏 戒律 是后来的圣人 他们由经里面所发挥出来的 所有的所有的论 精辟的所有的经论 就是论藏 佛教 佛教有所谓的三藏 法师 本来法师 这两个字 是非常尊贵的 有法才是师 所以成为经师 历师 跟论师 你通晓 释迦摩尼佛的经 就叫做经师 你完全明白 而且实践 佛陀的介力的 就叫历师 你能够懂得 懂得圣人本身的 所有的精辟的言论的 才叫做论师 三个合起来 再叫三藏法师 那必须要有法的 才称为师 那现在呢 这个法师啊 就 称为法师的 就是一剃度 一受戒 就称为法师了 其实那是还不一定的 法师已经 这两个字已经被犯用 犯了 被广为一出家啦 理了光头啦 就称法师了 其实没有什么法 其实没有什么法 你 到底懂得 经历论 没有 没有 没有就不能称为法师 法师 法师这两个字是非常尊贵的 不是一出家就称法师 但是现在普遍啊 只要一出家大家都称为法师 所以有法才是师 所以有法才是师 你没有法 就不能称为法师 那 这是 一个议论 那 大家 要我再继续讲经 我一直在想 要讲什么 比较好 那经过了 一个礼拜 结果这个 为摩羯大士 他进入我的梦中 我是做了一个梦 他进入我的梦中 然后 他就跟我讲 你就讲 唯摩羯精 是他告诉我 要讲唯摩羯精的 那 我就 我就问他 你从何处来 这个 这个 那他的回答是这样子 他说 卢师尊啊 你还是那么笨吗 我说 我说 我也不知道 让你从何处来 然后 他就跟我讲 你只要心里清净 我就在那里 他是无来无去 没有来也没有去 没有来也没有去 只要你心里清净 他就在那里 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大家要记住 佛菩萨不在那里 只要你心里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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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就在你那里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然后唯摩羯又怎么讲呢 唯摩羯大肆跟我说 我这个精灵啊 很多人 有不种的说法 唯摩羯经 也有讲唯摩羯所说经 也有讲佛说唯摩羯经 另外还有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经 还有呢 不可思议法门经 很多种翻译 另外还有这个 吴后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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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这个 好几种等等很多 他的这个 用他的经名很多 吴摩羯跟我讲 那你如师尊 你也帮我取一个经名 我说 我说 过去我曾经读过 这一本经 我是读过这一本经 的 我想了一下 我就讲说 这个唯摩羯 这个唯摩羯 人间游戏经 他听了以后 他讲说 还算满贴切的 还算满贴切的 唯摩羯 诶 人间游戏经 人间游戏经 他在人间游戏 然后我又想 诶 这样好像 讲到游戏 就等一游戏 现在的人喜欢 我说法王神变金 你认为怎么样 他说上家 那我就问 问这个维某姐 我说 如果你自己起金银 你要起什么 我就访问他 如果你自己来起金银 你要起什么 他回答 林林林林林金 我说 这样不是没有名字吗 他说 所有一切的金银 全部都是假名 没有真实性 所以他真正的金银是 林林林林林林金 林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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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听 这个Zero才是最了不起的 因为他包含了一切 他完全是包含了一切的 《山寨 п 林林林林兔 那就是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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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chero 宇 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当军人的时候 我们讲灵 就是动 所以我们那个脸叫做 五八动二测量脸 五八动二 是五八零二测量脸 我们的脸叫 苏日五八动二测量脸 动就是零 以后我们称这个微毛结晶 叫做 动动动动晶 零零零零晶 所以我们讲的经典名称很多 是这样子的 那我来谈一点 这个经本来是黄文 本来是黄文 那么欢意的人 就是 是绝摩罗神 绝摩罗神 谈它是一个真的是很伟大的 很伟大的一个 就是阿鲁头经 也是它翻的 它翻的 它翻很多经典 妙法人华经 也是它翻的 金刚经 也是它翻的 心经 也是它翻的 那么它的父亲 是 叫做 绝摩罗燕 它的父亲叫绝摩罗燕 是在中印度 中天图 中天图的人 中印度的人 它很有知识 很有学问 喜欢游历 它是一个善知识 有学问的人 跟它谈论了以后 很佩服 就把自己的妹妹 归之国王 就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这个绝摩罗燕 生下来的小孩 这是绝摩罗燕 绝摩罗燕 绝摩罗燕 出生 到了七岁的时候 他就出家 天知非常的聪明 我们称这个 古代这些聪明的人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他就是有这种本领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出家以后 出家以后 他好像 就像一个圣人一样 那个时候 这个虔诚 福坚 是福坚的时代 大家晓得吗 福坚 中国历史上的福坚 福坚 六十万大金下江南 是六十万还是八十万 你们记得吗 八十万 八十万 确定是八十万吗 福坚 八十万大金下江南 哇 整个中原地区都是 他的了 那说福坚呢 有一天晚上 看到东南西北方西方 看了 有一道这个 光在西方显现 那个时候啊 这个福坚觉得就请这个 那时候的那个 这些有名的张伯的师傅 去张伯 为什么会看到那一道光 那张伯的这个师傅啊 那时候叫做什么 这观天文的太史观 这样子给他一看 一张伯 他说西方有圣人出 有圣人出 有圣人出 是有很有才法的圣人出来 啊 结果 是哪一个果 是归之果 有圣人出 所以福坚呢 他就派李光 李渔 双口李光 去讨华归之国 结果抓到了 九摩罗神 就被抓回来 抓回到最后 他到了长安 就专门翻译 大圣经典 是这样子 有这一段啊 翻译的 他有这一段的这个历史 其实 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 玄庄法师 就是玄庄 有初始西义 就是到了印度 去学佛法 玄庄法师所学来的 学回来的 他是学为世 就是现在的法相中 法相中 他学回来的是 学为世 法相中 到 那南多大学 印度的那南多大学 去学法 学来以后 归来 他就是三藏法师 玄庄 很有名的 这个玄庄 他是法相中 法相中 大部分是为世的 玄庄其实他也有翻译 像那个维摩杰啊 他的名字 按照 杰摩罗省所翻的 就叫做静名 静名 维摩杰 是属于 帆语 那么翻成中文 就叫静名 静名 清静的名 清静的名 叫静名 这是维摩杰翻的 叫做静名 那玄庄方的 就叫做 吴寇称 所以 吴寇称经 是由玄庄方的 那边来 那么 维摩杰 他在 这个 九摩罗省所翻的 他是 怎么翻的 他是用意 用意 用意去翻的 玄庄 法师 他去翻的 是直接从 凡文 凡文字翻过来的 他是日意 一个是属于意意 意 就是意识 这个经典的意识 他用意识 知道那个意识以后 就以这个意识来翻译的 所以他的文字比较流创 他如果用日意 玄庄法师翻译的 就叫日意 是以凡文的字 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翻过来的 那叫做日意 以这个文字来翻译的 而不是用 他的意识来翻译的 那绝摩罗省所翻的 大部分都是意识 用这个经典的意识 句子这样来翻译的 所翻的是不同 日意跟意识 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绝摩罗省所翻的 是属于意识 那玄庄法师所翻的 是属于日意 日意 用一环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过来的 要讲这个经以前 翻译这本经的人 也要稍微提一下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了解 他的意思 这个佛法 真的是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 没有比佛法再更深的法 这是无上法 无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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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写这个 291本书的时候 我的序 就是讲这个 唯摩劫大事入梦来 第一篇戏就是他进入我的梦中 跟我的对话 我把这个 291册的书名 就叫法王大神变 法王大神变 其中呢 我会提到这个 很多这个维摩劫 他每一天 给我的这个 启示 给我的这个 给我的这些启示 威摩劫本身 他给我的很多的启示 受益无穷 我会把这本书 好好地写 这本书里面的 不是 我不是写 《唯摩劫经》里面的东西 我是写 唯摩劫 给我的启示的东西 这是法王大神变 法王大神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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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